莲花节,游客可以划船,可以穿梭在莲花之间 还有著名的大秋炸鸡啤酒节,更是让人口水直流 一片碧绿中,无数粉红花瓣点缀期间 在占地3万多瓶的宫南池,一年一度的莲花节盛大展开 吸引各国旅客来争相赏花 这花子很漂亮,很大 我真的很惊讶,我只知道小的 福于鼠童莲花节,每年游客都突破百万人次 今年也入选2019年具代表性的文化观光庆典 假如验着步道欣赏不过瘾,还可以自己花着独木舟 顺着水道被莲花包围,特别的体验让游客直呼新奇 白天赏玩花到了晚上则会点亮灯光 莲花形状的灯饰相当耀眼 也让莲花池多了点梦幻感,似乎变得更美 但如果是喜欢吃美食,大邱的炸鸡啤酒节更适合你 聚集各国韬客大快朵頤 一口炸鸡一口啤酒瞬间甩开闷热感 今年摆盘厂商超过100家 还有新科技让人大开眼界 座位区除了设在草皮上 阴阴酷鼠也设了充气大泳池 让民众能泡在清凉水中享用美味的炸鸡啤酒 庆典从17号到21号连伴5天 过去6年来累计超过500万人 估计吃掉多达40万只炸鸡 啤酒也能喝掉30多万公升 创造超过2亿台币的商机 南韩拼观光每年夏天的庆典还不止这样 从冲细水到滑下来 等着游客们的是土色泥浆 这是南韩另外国际庆典的 宝宁美容泥浆节现场 另外还有清水节香芋节接连登场 不只吸引人潮也创造庞大商机